6月14日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活动 携热播剧《破冰行动》剧组 走进北京市丰台区西马场南里社区 剧中三位演员李莫芝 赵轩 宋汉环 来到现场与观众互动 李莫芝在剧中与饰演李飞的黄景瑜 有很多对手戏 他透露现实中的黄景瑜和剧中 还是有很大不同 其实他跟剧里的形象 其实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因为李飞是一个很蟒状 就是很直爽直来直去的一个人 很固执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私底下黄景瑜 其实还算是一个 其实会比较活泼 比较大呢 还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也不是那种愣头青 所以我觉得他能自己的性格 是这样能全身处理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下了很多的果 而说起自己扮演的角色 李莫芝就表示 其实与自己的反差很大 因为我以前全身的角色 更多可能贴近于本身的生活 是一个比较开心 比较乐观的一个女孩 但是这个角色 因为他经历了很多 其实我们生活中 不太会经历的 这么绝望的事情 所以在面对这些事情上 会有的一个情感的体验 我觉得是我需要去 克服个拉近的距离 所以也是这方面 我觉得我生活这些的工作 包括我以后未来的日子 也需要一直去学习的一个 就是体会人物的感情 而不是就是单纯 觉得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赵璇之前有很多舞台剧的表演经验 不过他坦言 拍戏和演舞台剧 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可能来于 一是你台词的缜密性 第二是来于你内心的扎实感 但是并不是说 舞台剧就一定比影视剧难 因为影视剧 其实在我看来 可能会更难一点 因为它有时候是间接性的表演 情绪是断的 然后其二是 因为镜头推在你脸上 其实你的情绪 其实参不了假的 舞台剧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一些舞台的调度 灯光音乐去帮助你 辅助你的情感 所以其实两种艺术形式 我觉得都都很好 只是还是要回到情感来说 有情感就都OK的 为他一乐 实时报道